好 現在什麼東西都漲價 不過就有早餐店主打平價 能夠吃到飽 先來看到新北市三重這間店 還有包著滷肉飯 青州小菜只要九十九元 那台北的北投 還有另外一間早午餐店 他們說最便宜是八十塊 可以吃到飽 或者是中餐結合西餐 也只要一百八十八元起 熱騰騰白飯淋上油亮亮滷汁 炒到地滷肉飯只吃一碗 往往不過癮 這回來到新北 店家讓你吃到飽 白雲有找 拉開蒸香一顆顆熱騰騰包子 撕開滿滿餡料 廣食肉包就分五項和蔥肉 還有芋泥 地瓜 紅豆等 五種甜甜包 甚至還有青州 搭配泡菜 脆瓜 竹筍 煙蘿蔔等 七樣小菜 為在新北三重的 無所不包自助早餐 通通一口價只要九十九元 因為對我們來講 男生來講 北京吃的比較多 九十九塊算還滿便宜 因為現在早餐 以我們價格大概吃到飽 我大概就要一百多塊 差不多 那因為我們都使用是全自動臺灣的機器 所以我們可以把成本壓低 對比市面上的肉包甜包 一顆要價至少二十五元起跳 儘管店內的包子略小一點 單多吃幾顆 同樣也能吃爆 只是實際問問成本最傷的竟然是這個 小菜的部分是我們工廠是直接拿的 所以會成本稍微高一點 豬肉其實都是大量採購 所以就比較不會有價格上面的波動 那麼影響那麼大 又是義大利麵又是炒飯 還有煎餃蛋餅 乍看以為是飯店buffet 但其實是位在北投的早餐店 同樣打出吃到飽早餐時段最低 只要八十元午餐更是一張百元就能狂吃 類似店家其實臺北還不少 像是也是在北投的非食不可 中餐加西餐早餐價一百八十八元 國軍英雄館也主推中式早餐料理一百五十元任你吃 第一個我可以多選擇 不一定要吃一個一個同樣東西 譬如我想吃西飯 他想吃包子 那他我們就各選各的 吃到飽一口價型態多樣化選擇 順應挑嘴的現代人 畢竟在這個什麼都漲的年代 還有這種百元價 也讓不少人讚嘆市 服刑經營 記者 宏舟偉 鄉成俊 怎麼到